挺勇猛的 赤膊老闆13枝滅火桶救豬扒火 56岁老闆救火時被滾油灼傷手臂 不斷以包一包說不用送軟和 昨天下午12時多 他在旺角廣東道茶餐廳炸豬扒 特工搶火燒爐具 用了自己三枝滅火桶都還含噴聲 被客人疏散出街 附近Friend底的消防工程公司芝火竹 源源不絕地提供200元芝倒的滅火桶 由街坊幫手抬過去 最後花十多分鐘噴多10芝才把火救息 老闆說之後會計回滅火通錢給別人